《水浒传》第二十一回 严婆大闹运呈现 诸童一时送公鸣 话说当时众作公的拿住糖牛儿 解进县里来 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 慌忙出来声听 众作公的把这糖牛儿粗拥在厅前 知县看时 只见一个婆子跪在左边 一个汉子跪在右边 知县问道 什么杀人公事 婆子告道 老身姓严 有个女儿换作婆媳 点与宋鸭司做外产 昨夜晚间 我女儿和宋姜一处吃酒 这个糖牛儿一进来寻闹 叫骂出门 淋漓尽致 今早宋姜出去走了一遭 回来把我女儿杀了 老身解扭到县前 这糖儿又把宋姜打夺了去 告相公做主 知县道 你这丝怎敢打夺了凶身 糖牛儿告道 小人不值前后应一 只因昨夜去寻宋姜糖碗酒吃 被这严婆插小人出来 今早小人自出来卖糟姜 遇见严婆解扭宋鸭司在县前 小人见了 不合去劝他 他便走了 却不知他杀死他女儿的缘由 知县喝道 胡说 宋姜是个君子诚实的人 如何肯造次杀人 这人命之事 必然在你身上 左右在那里 便换当厅功力 当下 转上压司张文远来 见说严婆告宋姜杀了他女儿 正是我的彪子 随即取了个人口词 就替严婆写了状子 谍了一宗案 便换当地方武座 行人 病的乡 李正 林佑 易干人等 来到严婆家 开了门 去尸首登场检验了 身边放着行凶刀子一把 当日再三看厌的 戏事生前向上被刀勒死 众人登场了当 尸首把棺木成了 寄放寺院里 将易干人带到县里 知县却和宋姜最好 有心要出托他 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 唐牛儿供道 小人并不知前后 知县道 你这丝如何隔夜 去他家寻闹 一定你有干涉 唐牛儿告道 小人一时撞去糖丸酒吃 知县道 胡说 打这丝 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工人 把这唐牛儿一锁捆翻了 打到三五时 前后语言一般 知县明知他不知情 易心要就送江 只把他来勘问 且叫去一面家来定了 竟在牢里 那张文远上厅来禀道 虽然如此 现有刀子是宋姜的压医刀 必须去拿宋姜来对问 便有下落 知县吃他三回五次来禀 遮掩不住 只得差人去宋姜下厨捉拿 宋姜已自在逃去了 只拿得几家灵人来回话 凶身宋姜在逃 不知去向 张文远又禀道 犯人宋姜逃去 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青 现在宋家存居住 可以勾追道官 则献逼捕 跟徐宋姜道官理问 知县本不肯行仪 只要朦胧坐在唐牛儿身上 日后自慢慢地出他 怎当这张文远立主文案 唆使言颇上厅 执管来告 知县情之阻当不住 只得压制宋文 拆三两个做工的 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 并兄弟宋青 宋人领了宋文 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 太公出来迎接 至草厅上坐地 宋人将出文书 帝宇太公看了 宋太公道 上下请坐 容老汉告禀 老汉祖代务农 守此田园过活 不孝之子宋江 自小忤逆 不肯本分生理 要去坐立 百般说他不从 因此 老汉数年前 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 出了他籍 不在老汉户内人数 他自在县里住居 老汉自和孩儿宋青 再次荒村 守些田母过活 他与老汉水米无交 并无干涉 老汉也怕他做出事来 连累不变 因此在前官手里告了 执平文帖 再次存照 老汉取来 交上下看 众工人都是和宋江好的 明知道这个是 预先开的门路 苦死不肯做冤家 众人回说道 太公既有执平 把将来我们看 抄去县里回话 太公随即宰杀些鸡额 至酒管带的众人 激发了十数两银子 取出执平公文 教他众人抄了 众工人相辞了宋太公 自回县去回之县的话 说道 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集 告了执平文帖 见有抄白在此 难以勾捉 之县又是要出托宋江的 便道 既有执平公文 他又别无亲族 只可出一千贯赏钱 行一诸畜 还不捉拿遍了 那张三又挑唆颜婆 去听上披头散发来告道 宋江时事宋亲隐藏在家 不令出关 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主 去拿宋江 知县贺道 他父亲已自三年前 告了他忤逆在关 出了他集 现有执平公文存照 如何拿得他父亲兄弟来逼捕 颜婆告道 相公 谁不知道他叫做笑义黑三郎 这执平是个假的 只是相公做主则个 知县道 胡说 钱官手里押的硬性公文 如何是假的 颜婆在厅下叫屈叫苦 耿耿夜夜地价哭告相公道 人命大如天 若不肯与老身做主时 只得去周里告状 只是我女儿死得甚苦 那张三又上厅来替他禀道 相公不与他行仪拿人时 这颜婆上次去告状 倒是厉害 躺后来提问时 小力难去回话 知县情之有理 只得压了一纸公文 便拆诸铜 雷横二读头 当听发落 你等可带多人 去宋家村 宋大户庄上 搜捉犯人 宋将来 有失为证 不关心事总由他 路上何人愿折花 未夕如花婆惜死 巧冤架作恶冤架 朱 雷二 都头领了公文 便来点起土兵 四十余人 进奔宋家庄上来 宋太公得知 慌忙出来迎接 朱同 雷横二人说道 太公休怪我们 上司差遣 盖不由己 你的儿子压司 现在何处 宋太公道 两位都头在上 我这逆子宋江 他和老汉并无干涉 前官手里 已告开了他 宪告的指评在此 已与宋江三年多 各户令吉 不同老汉一家过活 亦不曾回庄上来 朱同道 然虽如此 我们评书请客 奉贴勾人 难凭你说不在庄上 你等我们搜一搜看 好去回话 便叫土兵三四十人 为了庄院 我自把定前门 雷兜头 你先入去搜 雷横边入境里面 庄前庄后搜了一遍 出来对朱同说道 端得不在庄里 朱同道 我只是放心不下 雷兜头 你和众弟兄把了门 我亲自细细地搜一遍 宋太公道 老汉是是法度的人 如何敢藏在庄里 朱同道 这个是人命的公事 你却称怪我们不得 太公道 兜头尊便 自细细地去搜 朱同道 雷独头 你肩着太公在这里 休教他走动 朱同自尽庄里 把坡刀倚在壁边 把门来拴了 走入佛堂内去 把供床拖在一边 接起那片地板来 板底下有条锁头 将锁子头指一拽 同龄一声响 宋江从地印子里 钻江出来 见了朱同 吃那一惊 朱同道 公民哥哥 羞怪小弟进来捉你 贤长石和你最好 有的事都不相瞒 一日酒中 兄长曾说到 我家佛座底下 有个低印子 上面放着三世佛 佛堂内有片地板盖着 上面设着供床 你有些紧急之事 可来这里躲避 小弟那时听说 记在心里 今日本县之县 差我和雷横两个来时 莫奈何 要瞒生人眼目 相公也有去兄长之心 只是被张三和这婆子 在厅上发言发语 到本县不做主时 定要在州里告状 因此上 又差我两个来搜你庄上 我只怕雷横执着 不会周全人 躺货见了兄长 没个坐园活处 因此小弟转他在庄前 一静自来和兄长说话 此地虽好 也不是安身之处 躺货有人知的 来这里搜着 如之奈何 宋江道 我也自这般寻思 若不是贤兄如此周全 宋江定遭雷蟹之恶 朱同道 修如此说 兄长却投何处去好 宋江道 小可寻思 有三个安身之处 一是苍州横海郡 小旋风柴静庄上 二乃是青州青丰寨 小里广花容处 三者是白虎山 孔太公庄上 他有两个孩儿 长男叫做毛头星孔明 四子叫做独火星孔亮 多曾来县礼相会 那三处在这里 愁愁未定 不知投何处去好 朱同道 兄长可以做急勋司 当行急刑 今晚便可动身 切勿持言自悟 宋江道 上下官司之事 全望兄长维持 金箔使用 只顾来取 朱同道 这是放心 都在我身上 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宋江卸了朱同 再入地印子去 朱同依旧把地板盖上 还将供床压了 开门拿坡刀 出来说道 真个没在庄里 叫道 雷都头 我们只拿了宋太公 去如何 雷横剑说 要拿宋太公去 循四 朱同那人 和宋江最好 他怎的颠倒 要拿宋太公 这话一定是反说 他若再提起 我落得做人情 朱同 雷横叫龙土兵 多入草堂上来 宋太公 慌忙至久 管带众人 朱同道 休要安排酒食 且请太公和四郎 同到本县里走一遭 雷横道 四郎如何不见 宋太公道 老汉使他去禁村 打些浓器 不在庄里 宋江纳斯 自三年以前 把这逆子告出了户 现有一纸直评公文 再次存照 朱同道 如何说得过 我两个奉着支县台纸 叫拿你父子二人 自去县里回话 雷横道 朱都头 你听我说 宋亚斯他犯罪过 其中必有缘故 也未便该死罪 既然太公 已有直评公文 细事硬性官文书 又不是假的 我们看宋亚斯 日前交往之面 全且担负他歇个 只抄了直评 去回话遍了 朱同寻思道 我自反说 要他不已 朱同道 既然兄弟这般说了 我没来由做什么恶人 宋太公谢了道 深赶二位都头相去 随即排下九十 犒赏众人 将出二十两银子 送予两位都头 朱同 雷横兼职不受 把来散与众人 四十个土兵分了 抄了一张直评公文 相别了宋太公 离了宋家村 朱 雷二位都头 自引了一行人 回县去了 县里之县正直声听 见朱同 雷横回来了 便问缘由 两个禀道 庄前庄后 四围村方 搜遍了二次 其实没这个人 宋太公 卧病在床不能动 早晚临危 宋卿已自前阅 出外未回 知县道 既然如此 一面深城本府 一面动了一纸 海埔文书 不在话下 县里有那一等 和宋江好的香蕉之人 都替宋江 去张三处说开 那张三 也耐不过众人面提 况且婆娘已死了 张三又平常 亦受宋江好处 因此也只得罢了 朱同自凑些钱物 把语言婆 交不要去州里告状 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 莫奈何 只得医允了 朱同又将若干银两 教人上州里去使用 文书不要搏江下来 又得知县 一例主张 出一千贯赏钱 行一开了一个海埔文书 只把唐牛而问 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 即账二十 四配五百里外 且说宋江从低印子出来 和父亲 兄弟商议 今番不是诸同相去 续斥官司 此恩不可忘报 如今我和兄弟两个 且去逃难 天可连剑 若遇宽恩大赦 那时回来 父子相见 父亲可使人 暗暗地送些金银去与诸同 养他上下使用 集资主言婆些少 免得他上司去告扰 太公道 这是不用你忧心 你自和兄弟送亲 再录小兴 落到了笔处 那里使隔得拖的人 寄封信来 当晚弟兄两个 拴树包裹 到四更十分起来 喜树罢 吃了早饭 两个打扮动身 宋江带着白范羊 詹丽儿 上穿白段子衫 宋青做半当打扮 背了包裹 都出草厅前 拜辞了父亲宋太公 三人撒泪不住 太公吩咐道 你两个前程万里 休得烦恼 宋江 宋青却吩咐大小庄客 小心看家 早晚殷勤服侍太公 休交饮食有缺 兄弟两个 各跨了一口腰刀 都拿了一条坡刀 进出离了宋家村 两个取路登城 话说宋江弟兄两个 行了数城 在路上思量道 我们却投奔务谁的事 宋青答道 我只闻江湖上人 传说苍州横海郡 柴大官人名字 说他是大洲皇帝 狄派子孙 只不曾拜使 何不止去投奔他 人都说仗义书才 专一结识天下好汉 救助遭配的人 是个现实的孟长君 我两个只投奔他去 宋江道 我也心里是这般思想 他虽和我常常书信来往 无缘分上不曾得会 两个商量了 竟往苍州路上来 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 过府冲州 但凡客商在路 早晚安歇 有两件事免不得 吃赖碗 睡死人床 且把闲话提过 只说正话 宋江弟兄两个 不择一日 来到苍州借愤 问人道 柴大官人庄 在何处 问了地名 一进投庄前来 便问庄客 柴大官人 在庄上也不 庄客答道 大官人 在东庄上收租民 不在庄上 宋江便问 此间到东庄 有多少路 庄客道 有四十余里 宋江道 从何处落路去 庄客道 不敢动问二位官人高兴 宋江道 我是运城县宋江的便士 庄客道 莫不是及时与宋压司吗 宋江道 便是 庄客道 大官人时常说大名 只愿唱不能相会 即是宋压司时 小人隐去 庄客慌忙便领了宋江 宋青 尽投东庄来 没三个时辰 早来到东庄 宋江看时 端得好一所庄院 十分齐整 但见前吟阔岗 后靠高峰 数千珠淮柳成林 三五处厅堂待客 转五角牛羊满地 打卖场额压成群 尹转豪华 赛过那梦长时刻 田园主管 部署他成政家童 正是家有鱼粮鸡全宝 互无差异子孙贤 当下庄客便道 二位官人 且在此亭上坐一坐 带小人去通报 大官人出来相接 宋江道 好 自合宋青在山亭上有了破刀 解下腰刀 吸了包裹 坐在亭子上 那庄客入去不多时 只见那座中间庄门大开 柴大官人 引着三五个半当 慌忙跑江出来 亭子上与宋江相见 柴大官人见了宋江 拜在地下 口称道 端得想杀柴静 天性今日 渗风吹得到此 大卫平生可养之念 多幸 多幸 宋江也拜在地下达道 宋江输完小力 今日特来相投 柴静扶起宋江来 口里说道 昨夜灯花爆 今早喜鹊躁 不想去是贵兄来 满脸堆下笑来 宋江见柴静皆得意重 心里甚喜 便换兄弟宋青 也来相见了 柴静喝叫半当 收拾了宋压司行李 在后堂西轩下些处 柴静协助宋江的手 入到里面正厅上 分兵主坐定 柴静道 不敢动问 闻之兄长在运城县购当 如何德侠来到荒村碧处 宋江达道 久闻大官人大名 如雷贯耳 虽然劫次收得华汉 只恨剑义无闲 不能够相会 今日宋江不才 做出一件没出货的事来 弟兄二人寻思 无处安身 想起大官人仗义输财 特来投奔 柴静听罢 笑道 兄长放心 周末坐下十恶大罪 祭道碧庄 但不用忧心 不是柴静夸口 任他捕到官军 不敢正眼而去这小庄 宋江便把杀了 颜婆夕的事 一一告诉了一遍 柴静笑将起来 说道 兄长放心 便杀了朝廷的命官 结了府库的财物 柴静也敢藏在庄里 说罢 便请宋江弟兄两个洗玉 随即将出两套衣服 金泽 丝鞋 静袜 交宋江弟兄两个 换了出玉的旧衣裳 两个洗了玉 都穿了新衣服 庄客自把宋江弟兄的旧衣裳 送在歇宿处 柴静邀宋江去后堂深处 已安排下酒食了 便请宋江正面坐地 柴静对席 宋青有宋江在上 侧手坐了 三人坐定 有十数个镜上的庄客 并几个主管 轮替着拔斩 服侍劝影 柴静在三劝宋江弟兄 宽怀饮几杯 宋江称谢不已 酒之半憨 三人各宿兄中 朝夕相爱之念 看看天色晚了 点起灯烛 宋江辞到 酒指 柴静那里肯放 直吃到出羹左侧 宋江起身去禁手 柴静换一个庄客 提碗灯笼 引领宋江东郎镜头出去禁手 便道 我且躲杯酒 大宽转穿出前面廊下来 额眼走着 却转到东郎前面 宋江已有八分九 脚步居了 只顾踏去 那廊下有一个大汉 因害虐忌 当不住那寒冷 把一仙火在那里响 宋江仰着脸 只顾踏江去 正在火仙柄上 把那火仙里炭火 都掀在那汉脸上 那汉吃了一惊 惊出一身汗来 那汉气僵起来 把宋江劈胸揪住 大鹤道 你是什么鸟人 敢来消遣我 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 那个提灯笼的庄客 慌忙叫道 不得无礼 这位是大官人 最相待的客官 那汉道 客官 客官 我出来时 也是客官 也曾相待的后 如今却听庄客扳口 便疏漫了我 正是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却待要打宋江 那庄客撇了灯笼 便向前来劝 正劝不开 只见两三碗灯笼 飞也四来 柴大官人轻感到说 我接不着压私 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事说一遍 柴京笑道 大汉 你不认得宋压司 那汉道 我虽不曾认得 江湖上久闻 及时与宋功名 且又仗义书才 福威济困 是个天下文明的好汉 柴京问道 如何见得她 是天下文明的好汉 那汉道 却才说不了 她便是真大丈夫 有头有尾 有事有终 我如今只等病好时 便去投奔她 柴京指着宋江 便道 此位便是及时与宋功名 那汉道 真个也不是 宋江道 小可便是宋江 那汉定睛看了看 那头便败 说道 我不是梦里吗 与兄长相见 宋江道 何故如此错爱 那汉道 却才甚是无礼 万望赎罪 有眼不识泰山 跪在地下 那里啃起来 宋江慌忙扶住道 足下高姓大名 柴京指着那汉 说出他姓名 叫圣慧字 有分叫山中猛虎 见识破散魂离 临下强人 壮着心惊胆裂 正是 说开心悦无光彩 道破江山水道流 毕竟柴大观人说出 那汉还是何人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낮 和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